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今天举行政策说明会,宣誓上任后将推动全国首创的大奖国际博览会,邀及各领域的优秀将师,结合在的与国际,串联产销连结,并推动设计工艺,营造美学城市,将新北市打造为世界的工艺城市。 苏贞昌表示,台湾有很多不同领域的大将,像是陶瓷、皮革、玻璃等,将师们最强的是经营奔业,只可惜缺乏演出的舞台。 过去他担任台北县长时,兴建陶瓷博物馆,打造陶瓷老街,并举办英哥陶瓷嘉年华,每年吸引200万人次观光客,带动英哥繁华, 让英哥被世界看见,反观现在的新北市政府非但不重视,还把英哥陶瓷嘉年华交由区公所主导,观光人次下滑到只剩60万人次,非常可惜。 苏贞昌举例,美国芝加哥的全美工艺博览会已经有34年历史,涵盖家具、玻璃、首饰、木工等12类的工艺品项, 每年有1000多人申请,透过评选机制,选出140多个艺术家苍展。 日本松本市的公益五月包括各种公益类型,展览空间便补松本市50个地区, 战期长达一个月,让大将们有精彩舞台可以发挥长财。 苏贞昌说,他以过去的执政经验保证,并借进国外的成功经验,上任后将推动大奖国际博览会。 目前英哥有优质的条件可以优先举办,但未来不限于英哥,例如三重有黑色聚落,又是另一种不同的产业心态。 博览会将遍布全新北市,打造一厢镇一特色2.0,为大将们安排好舞台,演出精彩。